新闻一开始 先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最新的潜流感疫情消息 目前北京市卫生局已经公开表示 由于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人员流动性大 以及候鸟现在正处于北规期间等因素 已经不能排除华东地区病例进入北京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 北京虽然还没有传出H7N9潜流感病例 不过昨天 北京市卫生局已经公开表示 不排除近期华东地区病例进入北京市的可能性 另外 浙江湖州市的十份鸭子样品中 有两份减出了H7N9阳性 而截至到昨晚为止 在上海确诊的18例H7N9潜流感感染病例中 老年人占了大多数 不仅上海的情况如此 从全中国H7N9潜流感感染病例来看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80%以上 没事